大家好,我是John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四 再有一个星期左右呢 这个月又结束了 那么之前这三个多星期以来 我们东部西雅图地区的房地产市场走势怎么样呢 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几组数据 把Bellview还有Isaquah和Samamish 这三个城市的市场数据呢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好,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那么好,咱们现在呢就先从Bellview开始 大家看下面这种数据呢 是Current versusPrivate Month to Date 那就是说从这个月的1月24号 到上,与上个月的1月1到24号的数据相比 For Sales 用市场上销售的房源呢 是184个 所以是这个月 上个月呢是195个 也是从上个月的1到24号 总数呢下降了5.6% 那么Sold就是已经切割交隔的 成交的数量呢 这个月呢是56个 上个月是63个 那么降低了11.1% 判定的数量 也就是成交量呢 这个月1到20号呢 是92个房源 92个 上个月呢是50个 增加了84% 那么大家看 从这个月的成交量呢 比上个月呢 还是多了很多 那么下一组数据呢 是Current versus Same Month to Date One Year Ago 就是说 这个月1到20号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从去年的8月1号到20号呢 For Sales的呢 今年是184个 去年呢是53个 今年呢 比去年多了247.2% 就是说 今年的8月1号到20号呢 比去年的8月1到20号呢 房屋上市销售量呢 增加了247%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月的房子 为什么不好卖 与去年同期增加了247% 接近250 所以说房子卖的就罢了 那么Sold呢 就是已经交割的房源 交割的数量呢 今年1到20 8月1到20号是56个 去年是103个 这成交 就是已经完成交易的量呢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5.6% 那么成交量呢 今年8月1到20号呢 是92个 去年是118个 下降了222 那么最后一组数据呢 是Current versus Private year to date 那就是说 从今年的1月1号到8月20号 与去年的1月1号到8月20号相比呢 Forsale 今年呢 是180 去年的53 增加了247% 就是1月1号到8月20号这个期间 已经成交 交给完毕的呢 从今年呢 是712个 去年是951个 与同期相比呢 下降了25.6% 那么成交量呢 今年1到8月份 到8月20号呢 是成交量是718个 去年呢 是947 同期相比下降24.2% 这就看出来 为什么现在市场呢 房屋的销售的速度比较慢 上面这个Current 这个图谱呢 也能看得出来啊 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那么大家看这个 潜力色呢 就是说 Forsale 就是市场上用于销售的房源 森绿色这条呢 是售的 就是成交的 成交量高于 市场上用于销售的房源 当然这个是每月上来的啊 它有之前的库存量 所以说呢 这就是说明是 卖的少 买的多 所以它 价格为什么 就会 那么高 成交 成交 成交价 会高出呢 Leasing the price 就是高出的要价很多 有的 高档的房屋呢 高出几十万 甚至于 那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看 伊萨华 这个城市的数据 看这张图呢 就是 从这个月一号到二十号的数据呢 与之前数据的对比 是CTESA化的 第一组数据 我们来看 For sale的呢 从八月一号到二十号呢 是一百个 然后去年 上个月呢 是一百二十个 同义相比下降了百分之十六点七 那么 已经 交割完毕的呢 成交量呢 是 这个月呢 是二十九个 上个月三十个 这个变化不太大 下降了百分之十三点二 判定数量呢 就是说 已经成交的 尚未交割的 从八月一号到二十号呢 今年是四十二 去年 上个月呢 从七月一号到二十四号呢 是三十个 增加了百分之十 当然了 这个月还没有完事 到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最新的数据出炉的时候呢 我也会做 跟大家做一个 monthly的update 然后 Current versus Same month to date Year ago 就是说 今年的八月一到二十号 与去年的八月一到二十号的 收据对比 For sale 今年呢 八月一号到二十号呢 是一百 去年呢 是二十五 所以 For sale的增加百分之三百 就是从 与去年的八月一号到二十号 同期相比 交割量呢 已经完成交易的呢 是二十九个 今年八月份 去年的四十四十一个 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九 那么 判定的数量 也就是成交量呢 今年八月一到二十号呢 是四十二个 去年呢 是五十五个 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六 那么 从今年的一月一号到八月二十号呢 我们的 与去年的一月一号到八月二十号相比呢 For sale的呢 去年 今年是一百个 去年只有二十五个 我们今年的 For sale的数量呢 增加了百分之三百 就是year to date 就从一月一号到八月二十号 也截止到昨天为止 那么 已经交割的呢 我们今年呢 是三百一十八 去年呢 同时是三百九十九 是下降了百分之二十点三 因为房子 卖房子多了 买的少了 大家都在观望当中 所以呢 成交量呢 有所下降 交割量也下降 成交量呢 是year to date呢 是今年是三百三十七个 去年呢 是四百三十八个 同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一 这个情况呢 走势呢 基本非常相似 大家从这个图曲线就能看得出来 也是呢 你看 for sale的呢 是浅绿色的 第一个 这个柱子 第二个呢 深绿色的 这个高的呢 是sold 所以说 就是卖的少 买的多 所以说呢 房价上升 成交量下降 逐渐 这是曲线 这是最后我们七八月份的 有所抬头 大家看这个红色的 是pending sale 就是说成交量 但是呢 sold呢 比较少了 卖的多了 浅绿色的 是在市场上销售的房屋 深绿色呢 是已经交割的房屋 已经完成交易的 好 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呢 我们再看看 Sermarmisch 这个城市的市场 好 下面这张图呢 就是Sermarmisch 它的市场数据 跟之前呢 都是一样 同样是三组数据 一组是current versus previous month to date 第二组呢 是current versus same month to date one year ago 最后一组呢 是current versus previous year to date 然后第一组来看看呢 今年是 这个月和上个月的数据的对比 for sale呢 这个月是227 上个月呢 是270级 for sale的数量呢 就是在 也就是说在市场上销售的房源的数量呢 下降了48.1% 这个也不是太明显啊 因为毕竟是短期数据 只有不到一个月的 三个 大概三个星期的数据 那么 已经交割的呢 这个月呢 1到24号呢 是76个 上个月呢 是79个 下降了3.8% 判定 sales 成交量呢 这个月是92 上个月是82 下降 上升了12.2% 然后 然后 是今年 8月1号到20号 与去年8月1号到20号的对比 今年呢 我们 for sale的呢 是227个房源 然后 去年呢 是60的 上升了 278.3% 就是说 我们今年8月份呢 比去年8月份呢 在市场上 出市的房屋呢 增加了 同期相比增加了278.3% 售的 就是已经切割 交割的 今年 8月1号到24号呢 是76个 去年呢 同期呢 是124个 那么 今年呢 下降了38.7% 就是今年8月1号到24号呢 已经交割 完成交易 过户完毕的呢 比去年 同期下降 38.7% 那么 最后一个数据是 pending sales pended 已经pending的呢 我们今年的8月份 1到20号呢 是92个 去年呢 是127个 同期相比下降 27.6% 那么 最后一组数据 就是说 从今年的1月1号 到8月20号 与去年的 同期相比 今年的sales呢 for sale呢 有227个 就是1月1号到8月20号 去年同期呢 是60个 由于市场上销售的 房源呢 上升了278.3% 是1月1号到8月20号 去年呢 同期呢 8 今年呢 今年是 一共销售量是802 成交量啊 就是已经 交割完毕的 交易完毕的是802 1到8月20号 去年呢 是1224个 同期相比下降 百分之23.3% 就是 同样的 1 8月1号到20 1月1号到 8月20号呢 已经 交易完毕的数量呢 下降了 百分之33 那么 判定最后一组数据 判定数量呢 1月1号到8月20号 今年是864个 去年呢 同期呢 是1221个 同期相比下降 百分之29.6% 就是 达成交易的数量啊 已经 Mutual的 签订合约的数量 下降了 百分之29.6 啊 与去年 同期相比 那 那么 这个呢 就是我们 Semamish的 市场数据 好 那么 上面呢 我给 跟大家分享了 百五优 还有 伊萨华和 Semamish 这三个城市的 房地产市场 近期 最新的 数据统计 包括 Forsale 还有 这个 Sold 和 这个 Pending 的数量 从中呢 大家也看得出来呢 我们的市场呢 从曾经的 卖的少 买的多 直至到现在呢 是 卖的多 买的少 完成了这样一个 由 卖方市场 到 买方市场的过渡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 对这些 市场的数据呢 进行长期的观察呢 我们还是能够 预见到 市场的走势的 从某种程度上 当然数据是一方面 另外呢 这些数据呢 同时也受到我们 这个国家经济的 大环境的影响 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数据呢 如果你长期观察的话 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非常的实用 好 那就是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么我们 每个月的 Market Update呢 是月初的时候出炉 在 每个月的 市场 最新数据出来之后呢 我再跟大家做 更多的分享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